歡迎大家收看StageTV的獨屍前戲 我們是今集的嘉賓 Yuho的屈肌計劃 當初我拿到屈肌計劃 究竟是說屈什麼肌的時候 我自己都沒有想法進去看 但一進去一看到 原來是說一群人一家人 怎樣由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下 通過屈肌這個行動 令他們一起去達成一件事 再慢慢透過一個這麼荒誕 這麼起鬧的方式 去慢慢帶出那個 是跟起鬧完全相反的主題 我覺得這件事是頗特別 我覺得我需要選這個劇本 還有本身Matthew他寫的劇本 是都比較瘋狂的 我只可以用瘋狂去形容 你是想不到為什麼會發生 或者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其實一般人心目中 聽到屈肌這兩個字 通常都是想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或者由上而下的關係 或者打機 但是你是完全沒有想過 我原來屈肌計劃的屈肌 是原來要去某些 劇本樂園去屈一部 推錢機 是一家人走過去屈這部機 怎樣屈它 怎樣多多些錢出來 是完全沒有想過他要這樣做的 是 我叫阿佑 在劇中的角色是馬威傑 即是劇的主角 我是成大畢業的 對了 Barry 你呢 我叫Barry 在劇中的角色是馬威傑 他本身的人就是很目睹 即是很有宅男的感覺 很喜歡一些幻想的東西 我本身是 OU劇社的 今次OU劇社也有份協辦這個製作 之前我也有跟過一些業餘劇社去玩戲劇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Youpo今次是跟一些專業的製作人合作 所以有很多專業的知識 會給予我們 我畢業這一兩年 其實都有回去成大劇社幫忙 看看他們的表演 確實在大專以外的一些劇社 或者一些劇團 演出的過程 或者整個演出製作出來的一些質素 水平確實是有明顯分別的 過程而言 其實很多 例如Matthew 導演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拍戲的時候 他跟演員溝通很簡單 一兩個字很準確 說完就可以了 但是在大專那裡不同 因為可能技巧上面的不足 我們需要很多時間去溝通 去跟演員慢慢說 這個角色應該怎樣怎樣 或者這個設計應該怎樣怎樣 在Youpo這裡我們做事 我應該說 效率高很多 而且成效確實是比 只是在大專劇社的時候 的質素是很多 很奇妙 話說 因為我本身是讀 stage management 做SM 有一年 剛巧就去了大專戲劇節 幫他們做大SM 做完之後 突然覺得 他們的所謂的聯校戲劇節 好像有點特別 他們是分開九間不同的大學 大家在同一個時間 就獨自有九套不同的play公演 但我又想 會不會有一個更特別的 讓他們每個大學生之間 有一個交流 在一個溝通的新的平台出現 於是當年跟我做大會SM的partner 就開始談 我們可不可以做這件事 可不可以設置劇團 去提供新的John Yu這件事 從這個念頭開始 就慢慢成立了Youpo 其實這件事跟我中學時期 是發生的一些事情 是有點情意結的 因為其實我 初初接觸drama 都是玩一些中學的聯校戲劇 那時候都沒有很流行 就開始慢慢接觸drama 那時候就經歷到 原來玩drama 除了自己享受 在一個stage上高之外 也都是會創造一個 你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回憶 或者是一群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一段很好的友誼 從而這個情意結 令到我幫完大專戲劇節之後 就將兩件事 繞起來了 我那時候有個經驗 就是 那群大學生 有些大學生玩完之後 我會問他們 其實你喜不喜歡 你知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啊 不知道的 上莊叫我做就做 對 要做就做 我覺得 好像和玩drama 那樣東西有少少違背了 或者不是違背 有少少不同的方向 那我就不如 真的 提供一個新的平台給他們 就真的 給你感受一下 其實一個專業製作是怎樣 或者正確的流程是怎樣 就不會花好其他時間 在其他不必要的地方 或者所謂的限制 規則 等他們 看多些不同的東西 去感受一下 另類的製作會是怎樣 如果說Youpo這次屈膝 那其實 我想一點都不屈膝 因為確實對於大專生來說 他劇社一兩年的生活 可能已經是他一輩子 玩劇的所有時間 那 對於一些有心的人 畢業之後 確實比較難有機會 去繼續玩一些關於drama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Youpo 就像潘展鵬那樣說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可以給一班 可能在就讀中 或者已經不在業務的人 一些大專生可以再接觸drama 我想有心來的 其實不會介意 有沒有錢 或者是 需要不需要自己 去銀錢買票 我想有一個機會 演出 甚至有一個機會 在演出的過程 去學到不同的技巧 我覺得這個是 反而是我們稱讚 是我們屈緊搬尖銀機 在演出的過程 其實在演出過程 可能在演出過程 一兩年 究竟大專生 和我本身有什麼不同 或者我在他們身上 發掘到一些 比較強的地方 就是 他們最重要的就是 主動性 因為我們的劇團 是比較剛剛新成立 或者是未必很多很多 但是他們的主動 apply 那樣東西 他們對drama 那一團火 那個熱誠 有時候 真的可能比我更加多 因為我現在出來 已經是叫做工作 因為工作上的需要 要去跟排戲 未必真的可以 每次都很enjoy 做那個show 但是他們會 對那一團熱誠 他們會擺很多時間 和心機 在這個製作上 其實可能他們 有些人已經要 登記了 或者要 為了自己的未來 溫習也好 做事也好 但是他們都願意 花很多時間 或者精力去 出來 玩drama 或者排一套戲 其實這件事 是很難得 或者是很需要 犧牲才去做到 可能這個犧牲 和那一團火 有時候 我都未必給得上他們 我最想學到的就是 編導那方面的東西 因為始終在劇史中 參與的人實在太多了 但是你要做一個編 或者導的角色 其實是很少機會 甚至乎是 連同導演或者編劇 溝通的機會 其實都很少 所以如果在劇史中 要學到這兩方面的東西 確實很難 但是在 在U-Pro排戲 跟隨一些專業的人員 例如去年 去年 U-Pro的演出 我在排戲的過程 確實是在 上一屆的導演 都學到很多不同的技巧 怎樣跟演員溝通 用一些workshop 去訓練 某一方面的技能等等 今年也是的 今年跟去年有點不同 因為今年的行程比較緊 Mathiel就會用一個 很有效率的方式 跟我們排戲 這件事 我想真的要慢慢 在觀察裏面才學到 而不是在劇史中 一兩年的參與就可以學到 我特別欣賞一些專業的編劇 例如Mathiel 他可以編到一套喜劇之餘 帶到一些反思空間 給觀眾的一套劇 即是很想學到 那種幽默感 和那種專業的演技 這件事都是很羨慕的 中文字入聖 總請 出品